不過大家!你師父一百年來都沒怕我! 嚇我! 哼! 大家好!今天來講我們最後一集的新角搶先看 之前都已經把路板已經開放但是台服還沒開放的角色大致都有介紹過一輪的 像比如說何足道、黃賞、絕緣大師、九千任這些 之後也有介紹路板目前開發中的角色 像比如說上次很帥的那個白搶道人 還有韓千葉 其實老實講看完開發中的角色那四五隻之後發現 後來的角色官方都是出神話角比較多 幾乎沒有出傳奇或史詩角 那其實老實講這個遊戲核心 雖然說隊伍的核心輸出大致都是以神話為主 或是一些流派的分類 但其實隊伍的整個主力或是打法來說還是以傳奇為主 算是史詩比較強的 像比如說梅超風那些都會派上用場 只是說後來的官方都是出神話角 其實蠻推薦之後出一些實用的傳奇角或是史詩角也可以 其實老實講這個隊伍來說傳奇真的是比較實用 而且資源比較不那麼好 因為這個遊戲神話養成真的太困難了 那基本上所以隊伍的大致的強度大概都是以傳奇跟史詩在稱 那這個遊戲另外一個麻煩的點是 它不像比如說蒼天英雄誌 它不像有些遊戲它可以轉換成萬能碎片 那萬能碎片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隨時想要換隊都可以 像比如說我那個蜀國彎膩了 我就把全部的那個角色全部融成萬能碎片 然後再把它換成比如說別隊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玩這個遊戲 那個遊戲可以玩很多的流派 或是很多的一些那個分路這樣 但這個遊戲老實講雖然說有重置 但它的重置其實它只是把你的那個覺醒石那些拿回來 你的人物的碎片還是沒有辦法轉換 所以等於說假設我練了獨隊 我未來想要轉艦隊想要轉那個雙爪隊 你根本就沒有這些的碎片 那你也沒有萬能碎片 你等於要從頭開始存碎片 雖然說覺醒石可以拿回來 所以這個遊戲對於轉隊啊 或是那些真的是不太友善的 等於說你練了一個隊伍之後 你想要再轉其他隊 你要重新把資源再從頭養的意思 那這個除了大課長那些 每個角色都會練之外 其實無課玩家你大概選定一個角色之後 選定一個流派之後大概就不會動 所以整個遊戲還是建議 還是以傳奇或那個死士角 實用的多一點的話會比較好 那等於說神話角的話大家可以少練一點 那那個流派的話大家可以玩的比較多這樣子 好OK 那今天算是介紹整個 新角搶先看的最後一集啊 因為之前大家都已經介紹完了 除非它之後又有再出一些新角這樣子 那最後的壓軸就是我們張三豐 其實張三豐在 神雕跟乙天 尤其是乙天 乙天的開頭真的是 他算是蠻重要的一個 就跟那個李連傑那個電影 那個《乙天圖龍記》 他那個張三豐的那個戲份也很多 那張三豐最有名的就是他那個嘛 武當派的開山始祖嘛 即使到校江湖那時候 那個武當派那個充虛道人都還有出來 所以武當派其實在整個 那個金庸小說裡面算是那個 站著戲份很多 那張三豐是屬於武當派的看山始祖嘛 就是由他創的 然後也是那個 幾乎是 小說裡面算是絕頂高手之一啦 跟那個 雖然說沒有跟掃地生PK過 但是實在是講 我覺得掃地生其實應該也蠻強的 那他的那個原名叫張君堡 啊 以前小時候看那個張衛健演的那個 少年張君堡吧 就是 原本看完之後我還想說他是誰 就搞不好說他是張三豐的原名這樣子 那最早以前是出現在射雕的結尾 神雕的結尾 那只是之後他是絕緣的徒弟嘛 所以他只有倚天之後 隨著絕緣逃出少林寺 然後之後 聽絕緣被那個九陽增進 這個部分 看那個俠克行 俠克行真的 介紹的蠻詳細的 如果不講重看小說的話 其實俠克行把 一些原油啊 或是一些由來跟那個 都分析的不錯 然後 九陽增進之後就一分為三了嘛 武當派一個 然後 額眉派一個這樣子 那武當派的武功幾乎都是張三豐自創的 他幾乎 所有的東西都是晚年自創 那他 那個 在電影裡面真的也是 那個蠻強的 焦裏連結 太極拳 那他自創武功就是 太極拳 太極劍 然後還有吹洋無忌弓 這些都 那個遊戲都把它做在實裝裡面 太極者 無忌而生 好 無忌 我就教你一套 我一百歲才創出的武林絕學 太極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技能好了 他是屬於忌的啦 目前他看起來是神話 然後屬於忌的 然後他的定位是屬於群體輸出 然後免疫控制 那等一下可以來看一下 這已經他是把它歸在倚天了 算說好像神雕結尾其實有出來過 但是 因為他那個嘛 之前跟那個郭湘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那 之後他算是 遊戲把它歸在倚天 他可能倚天 佔的氣氛比較大 好 那來看一下他技能 第一個太極拳 也是他那個招牌的那個 招式 太極拳只中其不中其招 你忘記所有的招式 就煉成太極拳了 對敵方全體造成243%的那個內攻傷害 然後可以暈眩一回合 全體造成傷害 喔那還不錯耶 然後有30%的機率 使目標每回合送到攻擊50%的中毒傷害 持續兩回合 哎喲 張三豐還有中毒傷害喔 他跟毒應該是照理說完全看不搭的 他那個 看那個倚天屠龍記的時候 他那個 跟全民有佬打的時候 他幾乎抗毒耶 他不是那個童子生可以抗毒 好 這是太極拳 他最主要是全體可以造成暈眩一回合 真的不錯 攻擊係數不高 但是還 暈眩跟石化 那些都是很實用的一個控制技能這樣 然後30幾%的機率受到中毒這樣 看不知道怎麼外掛在毒對 然後那個惡火技能抬起劍法 普攻的時候有50%的機率觸發 對目標造成攻擊200多的內攻傷害 然後或者對友方最低的目標 治癒200多的等量血量 所以普攻的時候大概有一半的機率可以觸發 要嘛打對方 要嘛補自己的血量 感覺係數不高 但是如果有普攻就可以觸發的話 感覺好像還不錯 不用等怒氣只滿 那 再來三個技能 垂涼屋激攻 喔最有名招式我也覺得他很帥 激攻的時候 有50%的機率觸發 對敵方全體造成70幾%的內攻傷害 或是治癒我方全體的那個 攻擊力的70幾%的等量血量 欸 這跟上面那個垂涼屋激攻差不多嘛 等於說普攻的時候50%的機率觸發 打對方 然後在那個 或者補自己最低的血量 那激攻的時候也是50%的機率觸發 打敵方全體內攻傷害 然後再補自己的那個內攻血量 所以他寫禍啦 禍代表說是二選一嘛 二選一的話 普攻先二選一 就是二分之一繼續觸發 然後攻擊別人跟補血量都二分之一 感覺好像不是很實用 他那個係數還不是很高 70幾% 這應該是還沒有實裝嘛 等於確定係數之後說不定會再高一點嘛 這不知道是到底已經確定了沒有 好 這看起來好像還 這種可以隨機的真的是不太好 隨機的時候在你打架的時候 你不能確定你到底是需要哪個那個技能 所以有點困 就跟那個合足道跟那個一樣 四選一 要不然就是很多那種二選一的角色 不是打別人就是補自己 但是 有時候我需要補自己的時候 跑去打別人 而且他係數又不高 不知道實不實用 好 那再來最後一個 是我們那個 道法天地 血量高於60%的時候 使自己免疫控制 然後同時增加自己 喔 這還不錯喔 攻擊的12% 護甲的20% 護甲20%會不會太多 血量高於60% 等於說 他血量只要不低於60%的話 他幾乎全程免疫控制 然後 但是全程免疫 他自己全程免疫 然後 他又可以造成暈眩 他的 他其實最主要的應該是那個啦 一技能 他可以全體那個暈眩 等於說 像梅超風那一種 可以全體造成石化的角色 真的是不錯 而且他 好像不吃細數吧 他看起來好像全體 可以那個暈眩 他沒有機率 所以代表說他應該是百分之百 如果 除非你有那個 加免控 要不然其實應該 機率可能蠻高的 然後 再配上他的那個 道法天地 他等於說 血量高於60%的時候 會自己免疫控制 然後增加自己的那個 血量跟護甲值 那不是代表說 比如說像郭敬那種先手控制的話 開場觸發就先打 但是先打的時候 我血量高於這個 所以我不會被控制到這樣子 感覺 好像還OK 所以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定位就是群體輸出嘛 就是他一技能 然後普攻啊 或是那個都 造成全體嘛 那個 存陽物技攻 然後免疫控制就是他 到法天地 看起來還 技能組好像還OK 但是感覺 打起來他技術都不高 不知道實不實用 好 那他的那個 專武 專武是那個太極浮神 跟那個妖尼姑一樣 一個武當一個惡眉的那個 那個掌門人 免疫一樣 10%免疫攻擊傷害 然後氣勢 開場的時候觸發 增加自己 技傷10% 然後一直到時間戰鬥解 所以他技傷真的不高啊 然後 技回 技攻的時候75%機率觸發 增加自己怒氣值的15 喔這個倒是不錯 他只要發技能 75%機率再增加自己的怒氣值15 然後包含你普攻或開場 或是回合回怒這樣子的話 他如果可以每回合 都可以發那個太極拳的話 其實真的還蠻強的 他每回合都發太極拳 代表說他有機率孕別人 然後 純陽無極攻又有機率 攻擊別人之外 再補自己的 或補自己的血 然後 還不錯 就等於說控制有 但是輸出感覺不高 但是 他的那個 發技能的效果應該不錯 如果再加那個陽霄的話 看看有沒有到時候有沒有那個 就是那種無限流 無限流就是一直轟 一直每回合都發技能 然後一直轟 然後你一直控制 然後你一直那個 讓人家撩血這樣 所以他才會有 為什麼有那個 50%中毒傷害的效果 OK 這就是我們那個 張山峰的能力 看起來 單看技能組的話 感覺還 OK 就是 最主要是 只要控制的角色 其實都不錯 他是神話角 所以他的那個體質 應該是不錯 會比那個 梅超風或是成全風都很好 全體實化的來說 那個 角色蠻多的 但是 基本上都是史詩角那些比較多 比較那個 神話角大概就只有郭靖 但是郭靖基本上 他只有開場的時候觸發 百分之百 之後就沒了 所以郭靖的效益 除了在艦隊之外 基本上不會有人用郭靖 那 神話角如果 把他外掛在毒隊的話 如果你讓人家一直暈眩 其實毒隊其實也蠻適合控制 需要一些控制的 因為 你毒隊就是要脫回合 脫回合 如果你要把人家全面 史化或暈眩的話 其實 對我們那個 隊伍的受傷 壓力來說會少很多 這樣子 所以到時候看看 張山峰出來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人 大佬們實測 看是外掛在哪一隊 看是比如說無限流 或是毒隊 或是那種 因為他不是屬於波流 看他的技能技術也都不高 他也是屬於那種 拖胎前跟那個 控制的角色這樣 控制角能免疫 別人控制就很不錯了 因為 你控制到最後後來 大家都搶先手 所以 速度變得很重要 那 速度即使再快 有些開場的時候觸發 他一定會觸發 所以 基本上開場觸發 就考驗你的免控的能力這樣 所以 類似像張山峰這種 即使你開場先打我 但是我血量高於60%的時候 我自己可以免疫控制 這種技能都還不錯 OK 還是這樣子 張山峰 到時候等大佬們出來實測 看看 到底強不強 最後 這邊有簡介了 張山峰 屬於張真人 原名張軍寶 武當派創始人 徒弟是武當妻俠 徒孫張無忌 自創太極 天賦異稟 為人正氣 先鋒盜谷 以前土龍忌的電影 真的是把他演得有點猥瑣 但是 正統的他好像是蠻先鋒盜谷的 我張山峰這輩子什麼都敢做 就是不敢做韓奸 然後當時奇才 少年的時候跟郭湘湘是 一直有說張軍寶喜歡郭湘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然後得陽過指點武功 然後絕遠傳說他九陽跟金 應該說他偷聽的啦 然後創立武當派 然後成為泰山北斗 好這就是我們 今天最後一隻 星際要搶先看的角色 張山峰這樣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在這邊的豬喜歡的話 都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居然老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